第221集 我想到这里赶紧拉着师父 对师父说 师父 不能进去 上次我们就是贸然进去 才被困在墓室里的 师父听到这里啊 停住脚步了 想了一会儿说 小冬啊 你说的有道理 进这样的地方 得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咱们大伙先把门推开 然后再进去 留两个人警戒 其他的人一起推门 马子大爷听到这里啊 就说 这个墓门 会不会有千金石顶着 如果顶着的话 靠我们这几个人 可打不开啊 师父摇了摇头说 嗯 不会 你看看石门都开了一条缝了 那顶木门的紫莱石 肯定没有了 紫莱石都是顶两个木门 没有只顶一个的道理 咱们一起推动 那石门应该能推开 接着 师父让我爹和李公安拿着枪警戒 我们这些人推门 推门的时候啊 师父和马子大爷排在最前面 而我被安排到最后面的位置 我知道 师父这是为了保护我 如果木门后有机关的话 肯定最先受害的 是师父和马子大爷 我们到了石门前 手扶着石门 石门上一股子透骨的寒气 传到了身上 让身上的寒毛竖起 从手到心里都感觉病了 师父喊着一二三 我们开始推动石门 那石门发出 紫嘎紫嘎的声音 接着 石门开始缓缓而动 巨大的石门 重量惊人 但架不住我们人多呀 石门就这样 被慢慢地推开了 万幸的是 石门后并没有什么案件机关 在石门前 横着一块拦腰截断的子来石 那块子来石 不知是被用多大的力气 推门折断 看来 先推开木门的尸腰 肯定是力大无穷 当石门打开之后 我们赶紧迫不及待地 朝里面用手电罩去 这一罩 我们惊待了 因为所能罩到的地方 都是人的后背 一个 两个 三四个 那些人有的穿着盔甲 有的穿着麻布粗衣 有的穿着瘦皮 那些人都是成跪姿跪在那里 一下子出现了这么多跪着的人 让我们变得手足无措 一时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大家站在那里 吃惊地望着里面 这时师父说了 大家不要吃惊 这些不是人 都是一些死尸 死尸 怎么会跪在那里啊 难道这些死尸 都成了会走的僵尸了吗 我疑惑地问道 师父听我这么一问呢 嘴里就说道 小冬 你忘了 我刚才说过 尸腰虽是僵尸 但有妖之术 其数能招尸朝拜 这就是尸腰的空尸术 那些尸体啊 应该就是空棺材的尸体 尸体本无灵器 受尸腰召唤控制 才来到这里 尸腰招来这些尸体 朝拜自己 是为了做自己 尸王的大梦 李公安说 要是这样的话 我们真就得小心了 道长 那尸腰最有可能 躲在什么地方 师父说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在这个巨大的墓室里 应该有一具大棺材 尸腰肯定会霸起棺材 躲在棺材里 这乃是他之性格 就像老鼠 就像老鼠溜墙根一样 这是他们的本能所致 咱们从现在开始 就要加倍小心了 一会儿往前走的时候 大家注意自己的前后左右 一有动静 立即靠在一起 这样 何以互相防护 大伙赶紧点头 表示赞同师父的说法 师父吩咐完了之后 我们准备继续往里进 手电到了墓室里 产生的光量范围有点小 只能照一条线一个点 不能照亮周围 为了能看得范围更大 李叔赶紧把身上的火把拿过来 点亮手里的火把 火把点亮之后 又是出来了 可以照亮我们身子周围的环境 我赶紧把手电收了起来 要了一只火把点着 麻子大爷也要了一只火把 四只火把 可以把周围都照亮 这时隐隐约约的能看见 牧师的边角了 从周围的地形可以看出 这是一个天然加人工开凿的山洞 我们刚才看到那些跪尸的地方 这时也能看清了 一具具跪在那里的尸体 穿的衣服五颜六色 长短厚薄补衣 看样子死的季节不同 那时候只有富户 才会有专门的手艺 普通的人都是穿平时的衣服下葬 我们小心翼翼地朝着鬼尸走过去 每走一步 我们都看一下周围 防止尸妖和鬼娃娃偷袭 慢慢地走到第一个跪着的尸体前面 只见鬼尸跪在那里 脖子上的肉变得干枯 像是一个木棍 挑着一个大脑袋 我们走到那个跪尸的前面 看了一眼鬼尸 只见鬼尸双眼深陷 皮肉贴骨 嘴巴一紧缩 牙齿从嘴里露出来 看上去就是一个骷髅 鬼尸跪在那里 双手呈抓的模样 样子说不出的鬼 我看着鬼尸说 师父 咱们先给这个鬼尸 来一张证尸符怎么样 师父刚要开口说话 这时就听见在空旷的墓室里 传来一声咯咯咯的冷笑 那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小声在空旷墓室回声的作用下 变成了许多声音 从四面八方传来 变得极为可怕 我们听到那冷笑声 赶紧死出张望 想看看谁发出来 这么恐怖的笑声 周围除了死尸 就是死尸了 没有别的东西 难道那尸妖 就隐藏在死尸的中间 我想到这里 赶紧的挨个看死尸 希望发现一具女尸 这时那个发出笑声的女尸 忽然开口说话了 用极其阴冷的声音说道 你们不用张望 你们这些活着的人 没有资格朝拜我 只有死尸 才有资格朝拜我 我就是这里的尸王 跳出三界外 不在无形中 不灭不生 受万师敬仰的尸王 师父大声地说 死尸 你想成为尸王 没有那么容易 有我们在 你是不会得逞的 什么 就凭你们 一群和娄一样的人 凭你们就想阻止我 成为尸王 你们纯粹是找死 三十年前 你们阻止我成为尸王 那是侥幸 今天你们进来的人 一个也活不成 孩儿们 杀死这些人 尸王献士 万师朝拜 所欲之人 皆变成尸 啊 十腰的声音极其地阴了 笑声更是恐怖 四面八方的笑声 让我的头都要炸开了 就在这时 轰的一声响 眼前一下子变亮了 不过 那亮光是一种 惨绿色的光 十分的诡异 我顺着声音和光亮一看 只见在墙上 有一个铁锅一样的灯台 在灯台里出现了 一个足球大的火球 那火球悬在灯台之上 发出惨绿色的光芒 这时 李公安紧张地说 快看 那火球 是一个人脑袋 好像还在张嘴说话 我听到这里 赶紧地仔细看过去 在惨绿的光亮里 果真是一个人脑袋 只见那火球里的人脑袋 嘴巴张得极大 像是在哭号 看上去极其地可怕 不过 这还只是第一个 接着 又有几声响 在墓穴里 接耳连三地亮了起来 那些火球 都和第一个一样 是人的脑袋 杀 零 chief 启 孰 唯 呆 唯 呆